现在我们来看看骨盆腔的肌肉 首先,我们将看看构成盆腔壁一部分的两块肌肉 梨状肌和壁孔内肌 然后,我们将看看复杂的肌肉片 总称为盆格,它形成了盆腔的底部 我们将首先在男性标本中观察这些结构 梨状肌和壁孔内肌都是宽部旋转肌 它们出现在骨盆内,并通过坐骨孔向外穿过 这是梨状肌 梨状肌从这里在底骨上产生 它横向通过,并通过坐骨大孔离开骨盆 我们会很快再次看到它的去向 接下来,我们将在画面中添加壁孔内肌 壁孔内肌来自壁孔膜 以及它周围的广阔区域 壁孔内肌通过坐骨小孔离开骨盆 它会绕坐骨下部弯折90度 梨状肌和壁孔内肌 和壁孔内肌横向通过 指于鼓鼓大转子 它们作为旋转肌的动作 我们已经看到过了 在本节中 我们将这两个肌肉简单地理解为 盆墙壁的一部分 壁孔内肌在内侧 被这层骨盆筋膜覆盖 筋膜中有一条重要的增厚线 称为剑弓 剑弓从持骨体延伸到坐骨脊 我们马上就会明白 为什么剑弓很重要 优优独播剑弓